大唐赵守田 第38集 兄弟们 在这两年秘密训练中 你们的表现都很出色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场残酷无比的争斗 这一次和你们平时打个土匪可不同 有可能会出现大量伤亡 所以现在想要退出的可以提出来 我会安排好你们以后的生活 我等愿为少爷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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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掌柜的在不在 这位客官 我就是掌柜的 你们是要买粮食吗 掌柜的 我们这次要买的粮食 量非常大 不知道你们的粮食够不够 你真能说笑 我们崔家可是大唐最大的粮商 如果连我们家的粮食都不够 那你肯定买不到粮食了 你要买多少都有 嗯 价格方面 掌柜的可要多多优惠啊 好说 好说 这边请 我们上二楼祥谈 老爷 老爷 刚才有个大客商想购买十万十粮食 嗯 十万十就十万十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哦 你说多少 十万十 是的 老爷 他想五百为一十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 我们根本不赚钱 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所以来问问您的意见 这两年我在长安的表现一般 家族早就想把我换掉了 如果我做成这单生意 那些老家伙就没理由换掉我 况且马上就到收粮的季节了 把这些陈粮卖给他也不亏 去 这个价格可以卖给他 但是要交两成的定钱 好的 老爷 还有 我们长安储备的粮食不够十万十 那就从周边赶快调过来 做成这单生意 老爷我重重有赏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我这就去办了 志杰 这是白旗刚探查来的消息 你看看吧 程咬金看着密作的内容 有些激动 也有些悲伤 当年如果不是他 赵家也不会遭死灾难 志杰 我知道你与新月娥夫妇的关系最好 每年的忌日 你都会去看他们 当年他们家二百多口被灭 我们都以为他们赵家已经没人了 没想到啊 赵小子居然是赵家人 还成了真的女婿 陛下 不能让世家知道赵小子的身份 当年没有能力保护赵家 现在我绝不能让赵小子再出师 不行 现在就把家将全部派过去保护他 程咬金 你冷静点 其实我们都被赵小子骗了 你真的以为 他像表面那样人畜无害 朕如果猜得没错 他应该很久以前就计划对付世家了 这不可能 陛下 俺老程也算是个聪明人 根本没看出来赵小子有对付世家的迹象 朕也是刚发现一些端倪 这小子隐藏得够深的 还有 你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朕会派百齐暗中保护他的 另外 他从武里村调来的人也全部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我们现在就看看他是怎么对付世家的 如果最后场面无法收拾 我们再出手也不迟 少爷 带来的银子已经全部买了粮食了 一共十万十 只买了十万十吗 有些少了 至少要五十万十才够 派人从武里村送银子过来 继续收购 对了 粮食是在谁家买的 少爷 是在崔家买的 崔家 崔家 赵叔 剩下的粮食也全部从崔家买 看看能不能把价格再压一压 老奴这就去安排 崔家 这次就先从你家开始吧